大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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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風花學院 就是在說整個大理的風貌 那我們今天 要為各位介紹一個非常 好喝 又非常的 我非常喜歡的一間手衝咖啡店 然後呢這間店呢 它就位於大理古城的一個 小巷弄 那當然要好好的仔細找 不然其實很難找 那先給各位環顧一下子中 你就會發現說呢 其實古城呢這個地方 會比雙廊古鎮 就是來的更加商業化 那也會非常熱鬧 現在是下午大概 三點的時候 人也漸漸變多了 可是更多的人呢 還是在晚上的時候 因為我們說古城這邊是個 那我們今天呢走到這個巷子 巷子裡面有一間 非常好喝的就是咖啡店 你可以看一下 這間咖啡店呢它叫做唐咖 唐咖是一邊 賣精品的咖啡店 然後呢 它是位於這個就是巷弄 我們等一下呢就是往巷弄的方向走 然後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間有名的 應該說好喝的手風咖啡 這是唐咖的可愛的狗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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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來到了 唐咖咖啡店 然後呢 這間咖啡店 非常喜歡的咖啡店 因為它的手沖咖啡非常的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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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它總共有三層 那裡面的一個布置 那裡面的一個布置 你個人都覺得非常的有 有料 那個綠椎蘭可以多點喜歡嗎 非常好喝 我們現在呢在唐咖的二樓 然後喝美味的咖啡 然後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的咖啡呢 我的咖啡呢 今天品嘗的是 上次我喝的是 燕陽花葵 我覺得一級棒 但今天呢 我想要喝點不一樣的口感 今天我喝的口感是叫 名字叫荔枝蘭 然後荔枝蘭就是它的特色 就是說 它除了有一些果酸味 它最主要是有 就是 酒的味道 這個呢就是我的荔枝蘭 然後搭配了這個 看起來很好吃的甜點吧 這個叫做 海鹽奶酪 然後這是 口感是冰的 就是這個咖啡 可以來嘗看看